一年一度的果子運動會正式開始了 我們做運動之前來個問答遊戲好嗎 好嗎 好嗎 減肥是否會先減胸 我知道 是 這個概念不太正確 減肥 其實很大部份是人體的皮下脂肪 你的肚腩會比較純軟 或是屁股也容易會縮 但與之同時 你的胸部很大部份都是屬於脂肪的組織 都是皮下脂肪 所以都會小 即是說 不只你的胸部會瘦 而是屬於皮下脂肪的其他部位也會一起瘦 第二題 停止健身後肌肉會變脂肪 你知你知 不是 因為肌肉和脂肪兩個分本是不同的結構組織 兩樣是不會你變我我變你 即是說 停止健身後肌肉會流失 沒有控制好飲食 能力攝取多了 多餘的能量才會變成脂肪 第三個問題 適應某項運動之後 消耗卡路里是否會相對減少 是 對 沒錯 當你適應某種運動 舉例 例如你的跑步 你整體的代謝率都會提升 你整體的健康狀況都會提升 所以身體呢 可以是說 於不用取得那麼盡 都可以應付到 你這個能力的水平的速度 跑步 所以 如果保持用相同的強度 相同的速度去跑的話 體格提升了 能量消耗相對也會較低 第四個問題 在冬天做運動 會不會消耗更加多卡路里 是 不是的 基本上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外來的環境 冷天或者夏天 可以影響到我們運動時候的感覺 就是體溫的調節 例如夏天炎熱 濕度高容易出汗 所以感覺上做了很多運動 但是實際上 天氣和能量消耗兩者 是沒有什麼大關係 第五題 第五題 新陳代謝慢 減肥就會慢 是 這個基本上是對的 因為 新陳代謝慢了 你的肌肉活動量一定是似的 消耗 你這個能力相對都會低一點 即是說 年紀大了 做運動也都沒有年輕的時候 減得這麼快 所以除了做運動 控制飲食都很重要